为了营造更深度的淡水之旅 淡水旅学堂今年暑假开办轻轨蜜盒红树情挑水币仔果蜜旅程 邀请大家体验淡水红树林充满美景 魅力的淡水河口水光森林最美风景 特别邀请到淡水友善蜂农职人陈正芳老师 认识不一样的红树林味道 原来蜜蜂也跟牛羊一样可以放牧 期盼带着大家一起来体验不一样的蜂蜜及蜜蜂生态 认识不一样的淡水红树林蜂蜜味 我们目前放在这个位置是位于主委跟红树林之间 因为这个季节刚刚好是水币仔开花的时间 水币仔的开花时间是6到8月左右 所以我们会选择这个时间点来这边放牧 因为目前是水币仔开花的时间 所以最主要是以水币仔为主 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 因为还有其他的花也会开 但是以整个数量来讲 水币仔的数量是非常多 所以它的纯度来讲会比较高 局人陈正芳老师表示 红树林水币子开花时间是6到8月左右 而水币子所采集的花蜜 有着不一样的鲜甜滋味 相当特别 而夏季水币子开出的猩猩般的花朵 还会飘散着特别花香 因此透过养蜂人带路 带着大家一探这一片随风摇曳的生态宝库 有着头蟹潭突鱼等多样生物 可以让大家看到蛮特别的景象 就是水币仔开花 因为大部分人都记得水币仔的生态 可是大家都比较忽略掉 是除了在泥滩地的这个生态之外 其实跟这边附近的 比如树林啊 或者是有关蜜蜂啊 昆虫啊 其实都有很相关的关系 然后呢 我们也会用这样的蜜蜂的食物 圆形食物来去入菜 所以我们也会带着大家一起到 阿三哥农庄和真实手作的餐厅 所以我们也会带着民众 然后一起到我们的餐厅 在地的美食餐厅 然后一起享用美味的蜂蜜 女学堂表示 百年的红树林里也有 藏着淡水人的生活特别产物与秘密故事 而河口的淡庄大桥及新市镇 更是难得一见的独家视角与美景 而这一次难得有机会尝到水瓶仔蜜 女学堂在与老师搭乘低碳行旅 认识轻轨的故事 更可以异常淡水阿三哥农庄 独到的美味 还有百年茶油的风味餐 还有郑徐所做的蜜盒特餐 以及体验舌尖上的风景味道 南瓜乐淡水的三河海川五感 限定满足在活动体验当中 记者许多人淡水采访报道